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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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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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说,安住有四慧, 贤为诸开示, 罪圣及菩萨未曾有众患。 父子、佛子, 犹如假玉, 其下方水, 极致上界享无享天, 一切三千大千世界, 西楚虚空, 如是既知, 一切三界群生有形, 不离虚空, 而想无我虚无所计, 则无所以, 空无所拙, 亦不破则, 生死亦然, 茶于十方所周虚空, 寒寿一切诸佛世界, 亦无所受。 如是, 仁者, 诸生文成, 圆觉知慧, 有为行慧, 无为行慧, 皆以依以如来知慧, 如来知慧之所开化, 大道通达, 普入一切, 无不周接, 无所想念, 亦无挂碍, 这以圣志多所祭祷, 视为第六。 于是颂曰, 旨即从下方, 启至于上界, 一切三千国, 玉色即无色, 所住无所住, 诸界无无我, 亦不济有常, 无面于断绝, 安住慧如是, 一切慧之本, 诸学及不学, 并诸圆觉成, 众菩萨明达, 而至怀敏哀, 若建立道教, 佛智慧最上。 父子, 佛子, 犹如下方而生大药, 达山网顶, 好无根源, 又大药者, 跟通地下, 固于金刚, 六十八百千余寻, 住于水界, 安稳而立, 无能拔者, 其原分布, 西遍周杂, 沿浮体土, 万古萌芽, 绕集一切树木根株, 进经生经, 进知生枝, 进节生节, 进夜生夜, 进花生花, 进时生时, 其有天下树木, 花果皆因之生, 有大药者, 其根转体, 体令根转, 以用二世不生万物, 尽于地域, 依水纯因故, 虽在于笔而不回转, 是以于法而不得生, 又其余处大地之场, 所不根源, 药之所生尽及其地, 法应当然也, 如来道会亦复如是, 从本清静, 则以大哀生兼顾缘, 平等绝种, 乃为真谛, 微妙达药而不可动, 思谓根也, 善权方便则为今也, 慧则之也, 法界解也, 一心托门三昧正寿, 无所破坏, 夜也, 绝意庄严, 花也, 纠唱树形, 诸通慧也, 解脱之鉴, 识也, 辩才之意, 米不通达, 则为地也, 其如来会无有根拙, 用何等顾而无根拙, 永无所幸, 事则明曰, 为纠唱矣, 则无根拙, 所可心发, 稀无所行, 断菩萨行, 则为无本, 故谓如来也, 焰菩萨行, 思则明曰, 无所依矣, 若有菩萨亲近如来, 无极会员, 则不为舍一切众生, 因其道根, 而生大哀, 尽于精者, 兼精尽也, 因其精, 次生其之, 度无极也, 而长成就, 尽之生业, 学于境界, 寄静之时也, 尽于花者, 未诸向好, 若干得本也, 结未随时也, 次生国者, 则未纠唱, 不弃乏忍, 智无粗词, 柔人和雅, 幼, 其使者, 为诸通会, 则为道国也, 以事之故, 如来之会, 不由二世, 而有所生也, 何等为二, 为无为, 及于有为之大矿路, 若堕于西剑, 而由无极, 无为之事, 于诸生闻, 圆绝之城, 又, 其智性不与俱合, 亦无所谓, 由于三爱三流之源, 于如来会, 亦无所生, 亦不退还, 若有所生, 以达圣性, 修平等心, 于诸菩萨, 无有彼此, 且观正觉, 大道挥鹤, 微微无底, 而为真谛, 会不增俭, 其根兼注, 令诸众生, 究竟通达, 了无笃信, 视为佛子第七之事, 于是颂约, 与雪山岗岭, 药名无根拙, 其药有大神, 威药五等轮, 谱长欲一切, 丛林诸树木, 而根生经之, 知音诸根源, 一切诸佛种, 自然成道会, 得知亦如是, 遵修一切智, 脚了行佛道, 奉宣于圣路, 等惜于慈哀, 生长绝明德, 父赐佛子, 辟劫灾灾变, 大祸稀赫, 烧三千大清世界, 一切树木, 药草, 万物, 极致为神, 大为神山, 大金刚山, 墨部分野, 假使有人取枯茅草, 肥松, 虫格, 以头圣火, 鱼翼云合, 宁有一夜, 得不烧乎, 达约, 不得不烧, 玉令不烧, 未知有也, 报约, 如是, 尚可食火, 不烧树木, 大自心草, 有欲献节, 如来圣会三达神志, 众生之树, 我土多少, 诸法之底, 去来现在, 无央数节, 另不普鉴, 而有危爱, 不惜极者, 为之有也, 所以者何, 正觉道会无有限量, 不可忌讳, 米不通涉, 故号, 如来至真, 等正觉, 视为第八, 于是颂约, 若劫之遭患, 天地被逃也, 一时稀娇然, 男女树木过, 佛子聚听察, 鱼丝猪游居, 金刚尚消融, 何况枯草木, 山林猪所有, 岂可脱不烧, 安住之智慧, 皆能分别之, 当来众生类, 若干结佛土, 诸佛心明达, 如是无限量, 父子, 佛子, 犹如灾变, 风起之时, 而有大风, 名曰, 毁明, 则发巨星, 毁坏为神, 大为神山, 及金刚山, 一切三千大千世界, 吹令破散, 是无有余, 又富有风, 名, 因缘盖, 吹于三千大千世界, 飘举情街, 月至他佛国, 假使于比, 因缘盖风, 独职自自, 无悔明风, 便当摧破, 十方不可限量, 诸佛境界, 如是仁者, 如来则有无极大会, 名曰, 毁坏一切尘域, 正觉已思无极大会, 吹出一切诸菩萨众, 尘劳挂碍, 如来刺有无量圣达, 名曰, 总设大权方便, 则能消灭爱极之患, 至妙道场, 因妇开化心发意菩萨, 一切诸根未纯属者, 设诸如来, 不总设思大权方便, 成大道场, 令无央述, 不可忌讳诸菩萨众, 修于声闻圆觉之成, 世尊顺从善权方便, 令诸菩萨大士之等, 超越声闻圆觉之地, 由此自在而无所住, 视为第九, 于是颂曰, 节中若恐惧, 诸天乱不安, 神为须弥山, 闲兮为毁坏, 风及时兴起, 无能制止者, 无量诸佛土, 弥碎无有余, 有诸实力者, 胜慧得自在, 则已破毁碎, 诸菩萨尘劳, 毕复有道风, 遵修于善权, 寻便以旧护, 声闻行者安, 赴赐, 佛子, 如来之会, 犹如一切, 圣志巍巍, 拟布周辨, 一切离树, 终始之界, 所以者何, 若有欲想, 世尊之会, 欲及达者, 为之有也, 有, 如来会, 西离诸相, 自在之会, 则由自然, 无所挂碍, 如书一经, 其卷大如三千世界, 或有大经而未书成, 犹如三千世界之海, 或如神为山, 如大神为, 或如普地, 举要言之, 如千世界, 或如四遇天下世界, 或如沿土, 或如大海, 如须弥山, 如大神宫, 欲行天管, 如色行天, 如无色天, 甲集大经, 广长上下, 犹如三千大千世界, 而有一尘载大经卷, 又诸经上各个有尘, 各夕周遍在大经里, 当儿之时, 有一丈夫自然出现, 聪明智慧, 绅士入中, 又有天眼, 其眼清静, 仆有所见, 则以天眼而观察之, 金丝经卷, 如是笔相广大无极, 其上则有少少尘尔, 于诸众生无所加益, 我身宁可以无极力, 大经浸事, 裂坏此经解散大卷, 当以饶意一切离数, 事念此矣, 则时兴隆, 无极之力, 精进之事, 则如所愿, 取大经卷, 各自散结, 以己离数, 如一经卷, 众经之数, 亦复如是, 若此, 仁者, 如来至真, 以无量会不可记名, 吸入一切众生将海兴之所行, 而朴晓了群盟至操, 如来之会不可限量, 米不周达不可穷极, 正觉之志不可忌讳, 观察一切蒙类境界, 怪未曾有, 此众生类于矮乃耳, 不能分别如来圣会, 世尊普入而自念约, 无宁可宣显世大道, 始诸享父自然捐储, 如佛法身圣徒立世, 当令舍离一切着念, 舍使小了正真之会, 亦所归去, 或至无极三昧之定, 唱说正道, 去一切想, 会令十念无上道会, 画诸离数再无去者, 令达无极, 视为佛子第十定式, 如来至真, 劝诸菩萨心入道义, 如是笔相, 既无央述诸菩萨等, 蒙如来会开化其心, 使入大道也, 于是颂曰, 犹如有经卷, 大如三千界, 自然有微臣, 稀散于其上, 有一会是夫, 明眼坏经卷, 其分别不散, 诗与五趣人, 世尊亦如是, 智慧如大海, 见众生心意, 息获诸想念, 佛已闽哀人, 未解除众想, 诸菩萨带养, 地君弃浊欲。 父子, 佛子, 何谓菩萨犹入如来之境界, 于思菩萨汇入无碍, 知一切界为如来界, 一切佛土诸所有境, 众生之界则惜无本, 弥所不分, 不有所坏, 其法界者无应盖记, 又本记者无记将判, 犹如虚空, 无有边崖, 亦无有界, 亦不不有, 稀以犹入如来境界, 由众生种不可限量, 无有边崖, 如来之界, 亦亦互若私, 不可限量, 无有边际, 所以者何? 如有众生心之所念, 不可忌讳, 如来寻则, 以无量慧而开化之, 如龙王尊, 而得自在, 涉无量水, 因而放雨, 不可济低, 不从内出, 亦不从外, 如来境界, 亦复如是, 从亦所欲, 有所心造, 即自然成, 彼无所资, 亦无有失, 如大海中水不可凉, 习从龙王心所念生, 亦复如是, 一切所有无量圣达, 至诸通慧, 行如伐海, 贤思菩萨, 亡古发心, 之所造愿, 因从觉醒而生差别, 问曰, 何谓无量为巨海者, 何谓无限诸通慧海, 曰, 无思义, 多所解说, 至于大海, 金粗举药, 分别说之, 地听, 地听, 善思念之, 严福提, 有五百江河, 而入大海, 居耶尼玉亦五百江河, 入大海中, 浮渝带玉四千江河, 而入大海, 玉丹月玉, 具足万江流入大海, 鱼亦云河, 此水河会流入大海, 宁增多逢, 答曰, 甚多, 报曰, 时光龙王所欲之水, 则多于笔珠江之流, 又, 四大欲所有珠水, 时光龙王所欲之水, 入大海者, 其水不如百光龙王之所欲水, 多于海者, 为最多亿, 又, 四大欲水, 时光龙王, 百光龙王所欲大水, 入巨海者, 不如大游龙王身中所出, 入于大海, 其水倍多, 据要言之, 如摩奈斯龙王, 雷侯所欲, 则富加倍, 南投河南, 所出之雨, 无量之光, 庙群龙王, 大雁龙王, 大瓶身龙王, 予亦如兹, 思十大龙王, 利益龙王, 各个降雨, 不可称陷, 其四大欲, 巨海之水, 即石龙所欲之水, 并八十亿种龙王, 西龟巨海, 不如沿浮体海, 龙王长子, 诸大江河, 所有种水, 及诸红雨, 不如时光大龙王宫所出水, 即四大欲, 一切江河, 即前所说, 诸龙王雨, 时光龙王, 百光大龙宫所出水, 前兮不如大盐镜龙王宫所出水, 举药言之, 摩奈斯, 雷镇, 南投, 河南, 无量光明, 及大庙群, 大明燕龙皆兮不如, 思石龙王, 及八十亿龙王宫所出水, 则兮不如海龙王长子宫所出水, 如是, 诸龙王等水归大海, 贤为不如海大龙王, 欲无所坏水为最多, 其岩浮体水, 及居耶尼, 浮渝带, 欲丹月, 时光龙王宫殿所欲, 百光龙王大琉璇龙王宫殿所欲, 摩奈斯龙王, 雷镇, 南投, 河南, 无量光明, 庙群龙王, 大明燕龙王, 及大瓶身龙王宫殿所出愚者, 及八十亿种姓龙王所出, 诸是由水及四大欲海之龙王长子所欲, 由海龙王无所坏欲, 众大雨水, 前夕不如海大龙王清流离中, 所出诸水而溪周边, 冲于大海, 大海之水如是无限, 又如海水无有量者, 其宝品界亦富无量, 众生之界亦富无限, 关于大身亦不可济, 大海水不可限量, 珠宝品种亦富无限, 与佛子亦所去云河, 其大海水宁无限乎, 报曰无限, 如大海得无能计量, 如来若思会无限量, 百倍千万亿倍, 巨亦万倍, 无以为遇, 不以言辞随人所解, 而以牵引大海辟誉, 佛之大道胜过余资, 阴甲三昧, 其名无边, 则如来会, 所达巍巍, 犹如大海, 其亦无限, 从出发意, 乃至菩萨一切之行, 而不断绝, 道宝无量, 一切道品, 三宝之法不可尽及, 劝化众生, 当造司官, 诸学不学, 其原觉成, 西见济度, 以无极地, 置无所在, 西渡无量, 驻于第一欣然之地, 使从菩萨便能置于无挂碍地, 化诸菩萨并不废退, 视为佛子, 诸菩萨众则能由于诸佛境界, 亦能谱周一切所有, 亦无限量, 于是颂约, 积清净诸品, 无数不可量, 昼念之境界, 一切无边际, 如意之际限, 其心无所周, 一切诸实力, 当求思境界, 犹如荣所处, 未曾有舍离, 应其心所念, 而放于雨滴, 涉时心有来, 乃至得缓返, 其龙不有念, 无当有所欲, 诸实力如是, 未曾有来至, 亦无有缓返, 能人不可得, 永无所心造, 矿浅心有念, 法界无限量, 犹如江河沙, 其海无边际, 水即宝亦然, 诸寒血所居, 一切无限量, 其水昔一味, 生者咸养之, 若处于此中, 不隐于水夜, 大圣亦如是, 庙会无雅底, 三宝无限爱, 道要不可济, 诸学及不学, 人民无央述, 不可济群蒙, 志愿佛道会, 何谓佛子, 菩萨犹如如来圣会, 无挂爱行, 威仪礼节, 犹若如来, 亡本无生, 于当来世, 亦无所造, 随时缘故, 而忽成矣, 思如来行, 不起, 无灭, 不有, 不无, 亦不犹入, 有为, 亦无为, 譬如法界, 无有限量, 亦无不限, 所以者何, 无有自然, 亦无有身, 故曰法界, 大圣若思, 思明如来, 行无限量, 亦不无限, 犹如无身, 亦无自然, 犹如飞鸟, 行虚空中, 与百千岁, 而非行者, 如有所度, 亦无所度, 观前查后, 其虚空者, 无有边际, 如来之行, 亦复如是, 于亦百千节, 所讲无极, 若叹有极, 摄无所说, 其如来行, 故无边际, 如来已住, 无挂爱行, 亦无所住, 而为众生, 畅现如是, 如是彼行, 千度一切挂爱之际, 如今世鸟亡, 游在虚空, 以清静眼, 观龙宫殿, 便亦本行, 知应忠者, 千柱奋篇, 薄扬海水, 波荡披节, 绝食诸龙, 及龙妻妾, 如来若思, 惠无挂爱, 诸无底行, 闲于法界, 普观众生, 诸根纯熟, 淹随素本, 执众得缘, 寻以无极, 如来实力, 而逝形象, 入中时海, 披生死渊, 开导众树, 能为硬器, 挑出群离, 于中时海, 则建立至, 于佛道法, 而西断除, 一切言行, 或之如来, 无所想念, 以无想念, 惠无挂爱, 则为助力, 助无所助也, 如日月光照于天下, 无己由步, 而无由履, 则无所力, 行虚空路, 人民瞻望, 日月不念, 无有所奏, 若赴回还, 世尊如是, 由于念还, 入清净法, 亦无想念, 于诸法界, 视线超度, 一切诸行, 舞去群盟, 亦无泄息, 无所专信, 而则畅达, 宣布佛事, 亦无往返, 视为佛子, 诸菩萨等, 犹如如来之会行也, 则无限量, 亦无不限, 代诸原事也, 于是颂曰, 无本不可静, 未曾有启灭, 有记无本者, 无处不可见, 诸敏哀如斯, 其行无有量, 无本者自然, 则无有二事, 犹如此诸种, 法界无处所, 亦复无限量, 亦无不限量, 道行亦如斯, 圣达无雅底, 所分别无极, 思则无有身, 如有鸟游布, 亦节再虚空, 前后亦如是, 虚空戒道等, 罪圣百千节, 讲论所当行, 如方便随成, 不失于善德, 金赤鸟在空, 遥望茶水中, 知龙命欲中, 举时龙飞后, 实力至自在, 烧尽诸尘牢, 善造众德本, 拔出生死缘, 辟若如日月, 游行虚空中, 离树蒙安稳, 光亦无想念, 世尊亦如是, 有法众无碍, 开化无数众, 不兴诸想念, 何谓佛子, 菩萨犹入如来开导, 于思菩萨千度, 一切诸所着行, 而不犹豫, 平等法位, 了不二入如来所产, 则附游入于无想诀, 无形之诀, 无处所诀, 无限中诀, 无边际诀, 气不成就, 以着中间, 则观一切文字, 音响而无处所, 于诸言声而无言教, 究竟尽及众生之行, 奉平等诀, 智信诸根, 晨劳碍玉, 稀为清净, 如来道眼, 一时蒲等一切三世, 犹如大海, 天下人民, 稀待养之, 皆包众生, 见诸有身, 故曰大海, 如来之道, 亦复如是, 赌群蒙心, 智信所归, 虽有所照, 亦无照相, 则为自然, 事故名曰, 如来之道, 所开导也, 比辩以化, 所可开导, 即讲文字, 亦无所说, 于一切相, 亦无所宣畅, 虽有此教, 本无所言, 纵有所养, 亦无所养, 又赴劝话, 于群生类, 今当演说, 举其大叫, 如来之道, 所开化者, 成罪正觉, 不限众生, 如号, 如来也, 如身著数, 众国土数, 一切三世之所有数, 诸身著数, 亦富若资, 而无差别, 如道教数, 一切严数, 如诸如来, 法界之数, 如虚空数, 无挂爱界, 如诸欲行之所开导, 言教之界, 如涅环线, 众生身形所处住数, 亦富如是, 口之言见亦富若资, 如身口数, 无挂爱心所住现数, 等无差特, 彼已游入如此无数, 则尽三场置于道德, 游世之故, 等欲己身及诸众生, 渡见如是一切既然, 而察等导于念环界, 以渡若私之自然者, 潜入一切则无自然, 无尽自然, 不起不灭则亦自然, 于我非我亦富自然, 于人不仁亦富自然, 佛无所想亦富自然, 法界自然, 虚空自然亦无自然, 以小了此成罪正觉, 待至正法无余之会, 得赌如来无极大哀, 多所开化诸群蒙类, 犹如虚空寒寿世界, 一切方俗智性自然, 成于世间, 如是笔类, 无尽无掌, 亦无所生, 所生淡薄亦富如是, 成罪正觉亦无所觉, 有其相者亦无所向亦富世相, 而无若干。 辟若是夫心化辨人, 如江河沙等为诸如来也, 令无笔类亦无形容, 世华现此, 则复宣举江河沙等, 皆为结束, 于亦云合, 其人所化, 以西等化而令发心, 成如来乎。 百世尊曰, 如无所知, 当为显异, 化如来书, 如无所化, 化树亦然。 达曰, 善哉善哉, 成如所云, 如是, 佛子, 一切群盟, 思虚之间, 接待无上正真之道, 成罪正觉, 成菩萨树, 亦富若兹, 其不成者, 亦富若次, 无所增损, 所以者何? 有幸于道, 则无有相, 其无相者, 无成正觉, 无所掌意, 虽等正觉, 亦无所待, 世诸菩萨, 当以若兹, 入于如来, 乃成正觉。 若欲绝了, 当作思觉, 如来一相, 而同品类, 则无品相, 思则好曰, 会成道觉, 三昧正寿, 通定意义, 依依所觉, 法身无余, 超于一切众生立身, 犹如义人, 成罪正觉, 至道门者, 一切众生若成佛道, 至于法门, 亦富若兹, 等无差别, 使无量人, 带成正觉门, 犹如注于, 无信诸身, 如来之界, 无有雅底, 众生之界不可计数, 世诸菩萨犹如如来, 成罪正觉, 依依得志, 如众生本, 入如来身, 所以者和, 若得普入如来, 至真罪正觉门, 其身所行, 亦无所生, 亦无所施, 如获一世, 其余亦然, 一切法界做事犹入, 不离处所, 不舍言辞, 信此, 如来法身者也, 所以者和, 若能普入乃成正觉, 至无极慧, 洪姿济然, 诸佛道述, 狮子之作, 父子, 菩萨普了己心, 能成正觉, 则入法身也, 所以者和, 如来至真不舍心本, 乃至大道, 如己心者, 其余若思, 则已开导一切诸心, 当造私辱, 是为佛子, 诸菩萨众, 为诸大圣, 以此推入成罪正觉, 广远周朴, 朴如不入, 而不为舍, 无所记着, 则无修谢, 无所笃信, 入不思义法品之门, 于是颂约, 以托二无二, 小了一切法, 等犹如虚空, 普解诸经典, 等以无无我, 视为解诸法, 以分别圣觉, 一切无所觉, 犹如四方欲, 受诸有形体, 等包于川流, 事故自曰海, 实力亦如是, 众生之海印, 小了其致性, 事故好分别, 心意稀如画, 诸佛如画现, 奉自然平等, 如画之所画, 佛道皆词说, 一切群蒙类, 本自然平等, 不增无所损, 最圣有三昧, 名曰善绝首, 诸于佛树间, 得成私定义, 则演出辉药, 照无限梨树, 开导如莲花, 教会于众生, 若于当来节, 众生国自然, 思法亦如滋, 诸根极致性, 一切平等观, 无无我所以, 已故无雅底, 绝了道之父, 行菩萨之道, 弘词会济然, 楚树狮子座, 代成无上觉, 道立无等轮, 法身胜微微, 普入无不舟, 不舍于众生。 何谓佛子, 菩萨犹如如来音响, 所导法轮, 其菩萨者, 善力如来, 鸿索思念, 一切离数, 稀无本末, 无所成就, 当入诸法, 永无所助, 断于三场, 犹于真谛, 诸所有法, 离诸见记, 舍欲之记, 则无有记, 便皆犹如一切诸法, 如虚空记, 无所行念, 则为犹如一切诸法, 不可待至本莫永记, 一切诸法涅环自然, 其诸文字, 音声之说, 西矣自然, 此乃犹如智于法轮, 闲息便唱, 如来之音, 如呼声响, 乃曰自然, 则入法轮, 法门自然, 一切诸音, 稀为异响, 乃入法轮, 本莫无主, 文字无尽, 乃入法轮, 于内于外, 无所积聚, 犹如一切文字, 所演诸所言词, 纵有言词, 不舍真谛, 讲说亡谷, 探续本莫, 无央数捷, 一切文字, 而不可敬, 如是, 忍者, 如来至真, 所转法轮, 一切假号, 稀文字矣, 唱说无尽, 则无笃信, 稀无所有, 亦无所思, 而无有想, 亦无所思, 彼则所可, 转法轮者, 普入一切, 亦无所入, 如假文字, 言曰无矣, 若曰登明, 一切所造, 皆脱言耳, 稀入诸树, 一切世俗所说度事, 犹入于思, 永无助者, 是如来因, 谱入一切众生之界, 诸法身界, 报应之事, 永无所助, 其诸群盟, 说若干种, 言辞之想, 稀未宣唱, 一切如来法轮之音, 所以者和, 如来至真, 所转法轮, 吸出一切诸所音响, 而无进退, 是菩萨者, 犹入如来所转法轮, 菩萨大事当造立司, 入于如来, 讨掩言辞, 不可限量, 何谓如来所入言辞, 如来至真, 转法轮时, 所掩音声, 唱众声行, 至操所好, 所以者和, 佛有三昧, 名无挂碍, 究竟无畏, 转于法轮, 以此定义, 正受之时, 众生一切, 前随其音, 而转法轮, 一一正觉, 因从口出, 一一言辞, 心显群盟, 辟欲之想, 息各从志, 假使已是三昧正寿, 悦可重心, 视为由入, 如来至真, 所转法轮, 以思柔顺, 道法所说, 亦无所入, 如此所由, 则乃入思, 闻如来法, 圣教言辞, 视为佛子, 诸菩萨众, 由入如来, 所转法轮, 至无限量, 于是颂约, 其轮无限量, 成就究竟界, 亦无所长意, 一切无二户, 所说诸文字, 一切不可尽, 实力亦如是, 法轮常无穷, 讲说于律教, 入一切有违, 亦父无所入, 佛轮亦如是, 息入诸言辞, 自然无所入, 谱宣于众生, 亦佛行无余, 超有为三类, 究竟诸定义, 欲求妙法固, 视为佛定义, 蒙佛恩所致, 达一切群离, 最圣所掩音, 而唱柔软词, 以一言生教宣布诸众生, 分为若干想, 赞永无有余, 佛为一切尊, 结了众生心, 如有所说者, 离树闻其音, 文字不处内, 亦无犹豫外, 济思熄灭尽, 真诚无所有, 若传法轮者, 西未众生故, 且观诸实力, 变化所感动。 何谓佛子, 诸菩萨犹如如来, 至真见大灭度, 于思, 菩萨欲入灭度, 小了一切, 本尽自然, 则为佛已, 犹如无本而归灭度, 如来灭度, 亦复如是, 又如本计, 法界若思, 犹如虚空无极之界, 又如本计, 如真本计, 而离欲计, 如无相计, 无自然计, 犹如一切诸法本计, 如真本计, 取予灭度, 如来灭度, 亦复如是, 所以者何, 应与不应, 思诸所有等无差特, 无生不起, 摄氏诸法, 无生不起, 寄于笔法, 无往不往, 无离不离, 又如来者, 不畏心发诸菩萨众, 滋皆探说, 兼去灭度, 永济无余, 所以者何, 一切如来犀利目前, 若如现在, 过去亦然, 极富当来, 一时攜带, 素极成慧, 思须得道, 赌诸如来, 皆当宣唱色相, 音响, 步行二响, 亦无不二, 弃诸思想, 应菩萨行, 均舍诸矣, 如来不念, 愿可众心, 视为如来之灭度也, 敏哀群生, 众想之患, 故心出矣, 亦不灭度, 所以者何, 如来所著, 处在法界, 愿可众生, 所以现身, 而有灭度, 用之所由, 法界无边, 如日宫殿出于水中, 则便普照一切天下, 日之宫殿无所想念, 亦不转移, 而闲西照, 你所无边, 诸水重气, 稀赌其影, 举气无水, 又日电光, 则不复见, 亦亦云合, 岂可谓是日之旧也, 而何其影, 不限气乎, 答曰, 不也, 无水, 气旧, 非日之旧, 答曰, 如是, 如来会日, 亡本所行, 至诸法界, 皆为众生, 长眼清静, 心自然是, 代智悼念, 显要其心, 而常堵见, 如来之身, 破坏气人, 心怀慧拙, 不见微光, 佛子, 应当化度众类, 可养无如来故, 未现灭度也, 亦无有生, 亦无不生, 亦不灭度, 于是颂曰, 假如日变照, 其界极边崖, 难为所见影, 世见不复现, 人中尊如此, 普现于世间, 众生离笃信, 会事已无为, 普观诸佛国, 等由若如幻, 辖习众因缘, 而济于无我, 假使有造型, 究竟佛所作, 或不见大圣, 所赌而不同, 罪圣有定义, 名曰解无常, 佛已是造业, 然后现等生, 以分别身形, 为无量无限, 须于变时方, 浮游如莲花, 犹如活者, 普为世间, 成所当熟, 或于一时, 一聚落线, 而火呼灭, 余意云合, 将无一切诸世界火, 熄灭净乎, 答曰不也, 报曰如是, 如来接入一切法界, 西便无余, 心于佛事, 则于一时, 富他佛土, 显发道义, 便见灭度, 而不灭度, 当已如丝, 入于如来, 知波涅环, 父赐佛子, 家喻幻师, 善学幻术, 小了方便, 西通神咒, 则助精进, 揭画三千大千世界, 西便为水, 自献其身, 在郡国义, 安幻咒术, 停住义劫, 而建立威, 欲得义于他义郡国, 现意, 周欲, 变化莫已, 余意云合, 将无幻术皆灭净乎, 答曰, 不也, 报曰, 如是, 如来善觉, 无量会幻, 事献善权圣术之咒, 谱入一切, 献诸法界, 亦无所入, 犹如幻化, 现如来身, 处在法界, 揪须空界, 则随众生之所信乐, 各为化世诸佛之徒, 而现灭度, 不独一国, 事波涅环, 如来昔于一切法界, 米不开达, 视为佛子, 为菩萨者, 当之犹入, 诸如来, 至真, 等正洁, 现大灭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说如来星险经卷第四 西晋三藏法师主法护义 父慈佛子如来至真等正觉又有三昧 明无所拙定义正寿献大灭度 事已私定而正寿时如来遗体一一毛孔 演出难记一百千改光明辉耀 一一光明变出莲花不可忌讳 一一莲花化作英妙无数自然狮子床作 又化如来各作诸作 如来则随众生愁述而自画力 行貌俱足真谛之德严静周背 昔日亡谷所至之愿 岂有梨树诸根纯熟 则寻了见如来纵容 便随律教建立严静 当来本纪顺从群盟至纯熟者 因律而渡 其如来相 亦无有处亦无不处 亦无所说亦无不说 亦无有常亦无不常 又复西世诸如来等素世本愿之所事行 开世群盟 掩达诸根 西世微神所化圣志 思维佛子 诸菩萨中游入如来大波灭环 所入无限无所挂碍 揪尽法界 无边中间虚空之界 又如来者则为自然 无起不灭处真本计 若遇现时 使诸梨树昔得修昔 仆以微神有所建立 揭示一切众生法界 顺化其信 而言法语 虽有圆觉 为菩萨了 于是颂曰 佛帝王无浊 一切众生尊 大哀利无极 周遍于身音 处在正真道 分别演法语 光润无响念 普世各各意 欲目如思慧 诸实立之心 观察最圣圣 以何等为道 普于诸实方 离树诸有形 念一切西空 无自然无身 菩萨善全会 便狮子莲花 安稳若干处 众生之法界 一切安住圣 自在成智谋 以此无极会 超越诸有身 以由得解脱 法界无人物 其在于十方 圆绝所游居 唯有佛了思 达法界无余 又查诸法界 不增无所损 亲近最圣圣 一切会自在 其学若不学 有为即无为 诸安住自在 不损无所增 不尽无所起 佛会不可现 犹如水流行 渐渐如此变 柔润于土地 岂水无余产 地义无想念 令水不周辩 遵修精进力 一切广分别 实力无边际 解诸众生界 私等群盟类 思维安住会 则随遵修行 心力精进事 知事不复久 当代功德会 何谓佛子 菩萨而闻 如来所现 当入一切众德之本 菩萨以思 无尽真行 不以虚妄 观于如来 又 闻所说 执众德本 入于无量贪欲之行 微神究竟 以党欲之 生有为中 普惧众愿 而不可尽 犹如无为 有所兴发 当来之计 而无边陷 究竟色欲 待字在地 如有一人 以小小风 欲坏金刚 其人虽耳 不能赠增 当思其体 不敬之气 皆散五脏 稀无所有 又有风者 自然之法 有所悔落 如是 佛子 从于佛法 虽如来教 直得虽薄 皆已破坏一切 有为所助成老 如来慧者 则应无为 稀无所有 除诸挂碍 如来所知 众德之本 而无所义 犹如有人 积聚心草 如须弥山 如戒子火 头于心上 及时昔燃 令无有余 所以这何 其火之意 足有所烧 行者如是 虽于如来 众福德少 积烧成老 令无有余 速得清静 归于灭度 所以这何 则永究尽 诸所必爱 以于如来 众德本物 灭众辖会 如有大药 名曰 善见 涉赌其色 闻生 嗅香 浮食 配行 眼耳 鼻 口 深意 自然清静 若中入地 变为医药 则复疗病 如是 忍者 如来至真 为大药王 具以盛会 饶益众生 多所疗治 若赌如来色身 眼疾清静 耳闻三昧 则得彻听 若嗅戒香 彼自然静 服长法味 充饱重行 其有德文 如来所讲 舍自然静 便才无量 若有遭遇 如来光明 便得法身 其有思念 于如来者 其心导静 其有供养如来 至真 则成德本 除劳臣病 经主 佛子 劝欲显示 其有见闻 于如来者 则能净除 应该罪患 若见闻说 无欢喜信 佛令斯党 直成德本 不为虚妄 至得灭度 事件如来 若闻生者 而得犹入 众德之本 因德除断 诸不善法 则谱证明 众道之源 弥所法短 西已结了 眼诸辟欲 如来 心显一切贤辈 不可引辟 为假欲也 佛之功德 不可思议 超度诸心 欲以开化 群盟智性 令得欲欲 已故 如来为诸菩萨 因诸辟欲 欲令解答 思非正要 如是红饭 则是如来 密傲之葬 思则明曰 一切世间 所不及之 乃入如来 之妙印也 如来大会 无极圣名 之种姓也 明曰 怀来一切菩萨 一切众生 所不能及 明曰 犹入如来 境界 平等之土 明曰 境群离界 悉令无余 明曰 朴说一切根源 诸所挂碍 幼父至真 不畏愚人 说思红点 唯畏至求 大乘行者 无思义成 讲菩萨道 幼此经典 终不归于 去诸菩萨 由如 佛子 转轮圣王 金轮 白相 干马 明珠 玉女 藏臣 冰臣 自然七宝 有思化来 不归于人 唯当巨王 敌太子也 所以者和 因其圣后 怀胎而生 则为巨族 转伦圣王 设时正后 生世太子 则为巨族 为圣王相 若受终者 转轮圣王 所有七宝 七日之后 西目不限 则无有余 如事彼相 经典之本 终不归去 于他人也 唯当至于 正觉长子 如来族姓 道所生者 执众如来之得本者 甲智法身 遵修正事 则当蒙恩 事不得久 亦当代成 如事色相 如来密葬 经典之要 无断三宝 法若莫尽 便不见者 所以者和 一切生闻 及圆绝成 不能堪认 待事典要 亦不闻音 何况受持 访诵读者 违规大人 诸菩萨手 书在经卷 请着唐语 事故 佛子 若有菩萨 德文思讲 智信寻寻 静世法师 供奉所安 当寿司典 所以者和 设有菩萨 读信引语 当成 无上正真之道 菩萨大志 无央数亿 百千该结 奉行 积累 六度无极 而赴怀来 道品之法 尊修悲哀 亦不入思 如来无极 不可思议 不闻不尽 不闻不尽 思非明曰 唯菩萨也 于菩萨法 唯不掌意 则不顺从 如来咒序 设有菩萨 讲说如来 无挂爱慧 读信入道 而不糊疑 思乃明曰 唯真菩萨 则不为师 诸通会墙 普能究竟 一切是法 大胜之行 随如来教 与诸佛界 而无所拙 皆得建立 诸菩萨法 便得通达 诸佛正典 而无尘吟 道品境界 多所变动 由得自在 立成诸法 与众菩萨 微神微微 寻入如来 无挂爱界 是已 菩萨若闻思法 普至安住 道义无限 又 其智性 立世至真 机器重想 应与不应 入在圣明 一切如来 昔在目前 所可念者 了虚空界 尊奉三昧 开心发悟 岂有行入 无量法界 为诸菩萨 至所造力 成就众德 而得自在 畅达通会 除世众构 发心无余 齐刚普周 一切实方 入菩萨道 去来经佛 何为意图 等去德本 劝助圣会 道立群生 使心道心 开化未闻 当入司法 入无所入 无能得变 皆令诸法 归无因缘 常造思念 顺一切智 即一切法 稀为无限 菩萨已能 游入若兹 所思念者 则为少事 所入难及 其会自在 微神微微 普贤菩萨 成佛圣旨 说是法师 十方不可称计 一百千该 陈述诸佛国土 六反震动 十八不变 而现感应 如来微神 显唱法师 则遇天花 空喉 乐器 布古自明 散衣服式 珠盖 床帆 所遇种香 超于天上 珠名分熏 杂香 岛香 天上阴落 又富玉匠 大如一珠 又其光明 月天所真 赞约 善哉 菩萨之道 过于诸天 永济无形 而不可获 又 诸菩萨 成己速得 便欲归奇 不可思议 清静庄严 诸佛国土成最正觉 而昔云集 欲无量法 讲雅诵音 一探如来 所讲言语 犹如菩萨 于四大欲 出成正觉 建立 发起 成就菩萨 而令欣喜 如是 一切诸佛世界 稀无有余 周皆十方 都不可计 八十亿该 百千佛土 满其忠臣 各月如是 诸佛国术 现在诸佛 见 普贤菩萨 闻所言讲 而 摇赞曰 善哉 善哉 清足性子 视为如来 所分别说 不可思议 所以这何 建立真谛 犹如法界 又 是十方八十 不可称计 一百千该 佛之世界 满其忠臣 一切诸佛 自然有因 而说经法 无等于此 而见告照 犹如与党 背蒙开化 亦如一切诸佛 讲法 等无差特 又 若百千 国中陈述 一切菩萨 皆得神通 入诸三昧 因见十方佛 当受绝 一切息获 一生补处 归于无上 正真之道 千佛国土 满中陈述 众生之类 西发 无上 正真道义 皆为圣尊 所见受绝 见于将来 无数佛土 陈述之节 当得为佛 号曰 佛界之首 如来 至真 等正绝 而常建立于司法 将当来菩萨 闻所未闻 宣唱奉行于此 四方四欲世界 众生惜之 由若此界群蒙备蒙 开化道教 而顺律者 十方佛国 亦复如是 一百千该 不可限量 不可称计 不可思议 无有边际 道所化度 尽虚空界 诸佛净土 诸所离数 贤备开化 十方诸佛 微神照明 如来素本 见利所至 待得诸法 尊修得本 如来圣会 无能欲者 佛教随时 倒立便欲 诸菩萨众 所获从仪 诸根条定 素是所行 无所忘失 普贤菩萨 微神辉广 为诸通慧 微圣凯蒂 西见十方 不可计量 一百千该 佛图满城 诸菩萨等品术 如是 息来即会 充于十方 诸法境界 视线无极 严禁菩萨 奋眼大光 感动一切诸佛世界 惊骇天宫 降伏魔众 灭除一切 众恶诸趣 宣唱如来 无量微尊 不可称计 诸法之乐 赞如来德 咸出无量 而欲一切 无有雅底 众宝奇特 各种种共惧 视线无极 各各一身 一切贤问 如来法门 己身之气 所受无量 成佛圣志 息共同音 焰一等生 善哉善哉 亲佛之子 乃能班宣 如来无等轮法 又能玩习皆顺普贤 达无量称 入音声号 亲从如来 此来至此 其佛世界 名曰普光 其法亦然 如今于此 等无有意 闲说思法 成佛圣志 代如来典 视为佛子 证明现在 佛所建立 亦此重慧 又如于今 至此慧者 十方法界 所教无限 亦复如是 贤周虚空 诸佛国土 一一戒土 四方之欲 先是如来之所建立 佛之国土 不可限量 百千佛土 满其忠臣 诸菩萨来 皆是如来 微神之德 修五等轮 以此章句 于事言是 审地无损 无能过者 于思 普贤菩萨 西观一切 诸菩萨德 查法既以 宣唱大圣 知信足也 理事诸佛 无疾之道 如来之法 而无犹虑 即便滋接 广达无边 悉速得本 剖盼光动 一切无形 演书佛典 普解众生 智性所趣 你不变度 令诸群离 待得 应时 不舍法句 使诸菩萨 念不可量 道法光明 宗聊旅恋 世尊无极 见利无慢 献言歌勇 一切如来 稀为一身 何益法体 又赴宣唱 网本大行 精进力士 无所藏匿 吉祥之力 当除所有 成佛微神 道之所感 无可为欲 无言乃达 二十 普贤 崇告之约 菩萨 菩萨大师 带得法人 有实事 已能具足 于法人者 则无应该 便知一切 法人之地 于诸佛法 而无挂碍 何谓为实 一者 音响 二 柔顺行 三 不弃法人 四约 欲患 五约 野马 六约 若梦 七约 忽想 八约 若隐 九约 如画 十约 如空 视为菩萨 代实法人 彼则何谓为 音响人 诸所闻音 不怀恐怖 不畏 不惧 喜乐 思顺 诸所遵行 无所为师 是音响人 何谓柔顺法人 菩萨随顺 应由法生 而观察法 造力行等 不为逆乱 摄使诸法 应柔顺者 当度度之 至性 至性清净 尊修平等 勤家精进 顺入成就 是柔顺法人 何谓菩萨 不起法人 菩萨 摄堵诸法 有所生者 都无处所 不济灭尽 亦无所见 其不生者 则无所灭 其无灭者 则无所尽 其无尽者 则无所坏 其无坏者 则无雅底 其无敌者 则济然地 其济然地者 则淡薄也 其淡薄者 则无所行 其无所行者 则无所愿 视为 不起第三法人 何谓菩萨 欲患法人 小了诸法 一切如患 因缘而成 赌信义法 嫉妒若干 无央述法 以无述法 等入义法 入于无我 入无所入 诸所建立 倒立重行 惜无所拙 犹如巨象 众城之上 若患 不与众相 车记 不仁邮居 不与男女 童子 童女 大小 游居 不与树木 枝叶 花石 而聚游居 菩萨 小了 一切诸法 若如患者 不和 不散 不与地 水 火 风 而聚游居 不与昼夜 十五日 一月 一岁 而聚游居 不计百年 千年 不与日月结束 而聚游居 不与影响 着所重见 而聚游居 不与若干 亦不若干 而聚游居 不与若干 入于一世 而聚游居 不与微妙及 烈下及 柔软 粗广 而聚游居 不与 鲜少 红多游居 不与有限 无限游居 不与若干 各亦重惠 并处色者 而聚游居 其重惠者 不与幻变 而聚游居 其所幻变 不与重惠 而聚游居 无居不居 无所不居 而等忌度 一切诸见 即若干患 各各异见 于此 诸见永无所见 乃见一切诸去根源 诗为佛子 名曰菩萨 犹如如幻而度于世 诗所行 尘劳是 国土 俗有法是 无我是 痛痒是 有为是 理有是 合会是 无合会是 分别是 所造形是 诗为菩萨 嫉妒是名 则以幻化 谱入诸世 不受众生 不坏众生 不受国土 不败国土 不受于法 亦不坏法 不念过世 于过去世 亦无所想 亦不理想 亦无当来 亦无造型 不随未然 不住现在 不悔所存 则于佛道 而不驰骋 不想念道 亦不兴佛 亦不劝佛 而取灭度 不住诸愿 不舍所示 遵修平等 亦不严禁 无所挂碍 开导国土 劝使尽入 无所破坏 住于法本 而不动转 等入无我 亦不为悔 无我之想 因种诸入 训惠重行 捐出所着 度托离数 愚思诸行 无所依义 小了诸法 儿息平等 永不可得 分别诸法 但假自耳 圣达名讳 无能有者 度托众生 横顺时宜 亦不依义 群盟因缘 助于大哀 畅速事行 不可忌讳 报应之事 皆令信了 视为幻育 第四法人 何谓 佛子 菩萨大士 野马法人 菩萨小士 一切所有 稀为恍惚 犹如野马 人摇堵之 如江河流 而有波起 达世了之 厌弃无水 菩萨如是 分别诸法 有无重视 无内无外 不有不无 亦无断灭 不济有偿 不入教会 清漫之内 观度如有 而无所去 心不归外 亦不处内 为一相貌 若干之相 知无相貌 一切诸法 具足微妙 皆兮无本 视为野马 第五法人 何谓 佛子 菩萨大士 欲梦法人 菩萨观世 犹如梦想 如人之梦 不处于世 不从世心 不从世生 有梦者 梦无有欲界 亦无色界 无无色界 所以为梦 则无所生 惜无所有 梦无尘劳 则无劫恨 又既梦者 既无所生 亦不清静 梦不见梦 菩萨大士 观一切事 小了如梦 亦无明达 亦无暗明 梦者自然 梦无所着 梦者恍惚 梦者本静 有所建立 而有此梦 梦无所坏 因所念想 故 而有思梦 舍能小了 一切诸法 若如梦者 开导世间 视为若梦 第六法人 何谓 佛子 菩萨大士 如想法人 菩萨学法 所入诸音 舍有所学 度于未度 学法开化 了于一切 犹如呼想 非不有声 然本西记 亦无所度 菩萨大士 如是色相 茶余如来 内外诸相 亦不别见 内外诸事 亦不知外 亦不以内 而了外诸 不见所托 小之言辞 进退之疑 视为解之 若干张俱 因缘如想 有所祈祷 于诸法师 弥所不达 亦无所爱 有所学者 分别小了 一切诸生 昔无所有 犹如天上 淑妙玉女 属天地事 而以一口 同时鼓出 百千祭月之音 又 其祭月 无所想念 口亦无念 无今演出 百千妙想 菩萨大士 度诸境界 亦无想念 亦无言辞 小了全宜 成无量音 方便无限 度于试法 亦不退还 长转诸境 入群离众 为诸会者 分别说之 多所开导 则建立之 口唱眼线 无挂碍音 便诸佛徒 令其信乐 班宣经典 殉岛离鼠 唯愤光明 散照慧物 昔始绝了 一切诸音 纵有所说 皆无所生 由若干音 都无想念 亦家开导 皆无所生 宣诸绝场 待至圣徒 菩萨大士 已助于此 等无所获 令普听者 入于一切 诸佛所心 念见诸佛 转于无限 所度法轮 顺无想念 视为如想 第七法人 何谓 佛子 菩萨大士 若隐法人 菩萨不目于世 不生于世 不游于世 不出于世表 不行于世 不信法界 不坏习俗 又 于世界 义无不坏 不治于世 不贪乐事 不欲于世 不长于世 又 比菩萨 不处于世 亦不度世 亦不奉行 菩萨之行 无所笃性 于大士愿 不实 不虚 不有 不无 无虚忘行 则去一切 诸佛之法 普周世间 弥所不变 于世俗法 亦无所住 不随俗教 游若如影 假如日殿 亦如月照 男女树木 山林 乌宅 诸神宫殿 诸江河流 若干种行 无量因缘 不可尽及 诸所方面 因日光明 稀赌重相 知其所趣 如清净水 又如传师 若夜光珠 因其所见 而得自自 于思 所好当所施者 其不清净 无光耀者 西蒙其名 而蒙灰照 亦无所造 又 其光明 亦无所有 无有音响 亦无所生 因其光明 而有所别 燃其光明 无所游居 虽为清险 亦复不语 清险同处 于光明地 亦为光明 照若干流 亦无所照 则无所周 因亦不入江河 全员 大海 冤持 又记其影 亦无所处 亦无所拙 其影所见 亦无鲜洁 不有瑕疵 私影不限 则于笔尖 不以德本 其影广现 无远 无尽 菩萨如是 所开化者 以及笔姓 至行所去 而得自在 所观众生 道会之场 有所劝发 他智所行 等无差特 分别济身 所游道场 而菩申查几界 他界 其无二品 如重数者 从始生涯 辗转滋贸 稍见成长 而生经节 枝叶 花时 菩萨如是 于己法界 即与他界 分别诸相 法无有二 则得超入 无碍本界 比菩萨身 则得越过 不可思议 诸佛国土 见诸佛土 亦无所拙 于诸世界 亦不转移 至诸佛界 亦无所致 法身所致 如日电影 在所见矣 其身朴入 现一切界 有所现生 行无挂碍 亦不分身 亦无所行 无是世间世俗之想 捐除方土 虚无之词 亦不散身 待不忠实 无所不负 如来之种 本界所行 亦不负 尽身口 亦行 便得犹如 滋阶无量 尽一切身 弥不周达 视为 若隐 第八法人 何谓 佛子 菩萨大士 如画法人 菩萨 普入世俗 若有所致 观了众生 一切如画 然不适时 念如画事 所谓画者 则为一切诸有世界 因所造型 思想所画 揭示一切苦乐颠倒 思画等类 一切世间 西元无明 或以思想 变成尘牢 重想之念 因缘化生 由世建立 宣畅滋阶 音响法律 以无想教而开化之 坚固不退 道令平等 物中不绝 立志誓愿 行如画者 观察如来 大哀之行 离树化生 小两余思 为修法轮 善权方便 以慧无畏 此分别变 圣达自在 如是 菩萨化度于世 超视功德 辩才自由 辉鸿无尽 入于无量 一千之重 处于其中 而得自自 稀能小了 人行 天动 度于圣路 是以大道 如其所行 无所为师 譬如化人 则无所念 义无所造 不兴兴事 义不于法 而有所住 不从业起 义不忘报 义不所由至 不出于事 义不于事 而成正觉 义不念法 不习诸法 义不久住 义不虚余 义无所处 不行习俗 不长世间 无方面词 不进诸线 义无不限 不增 不损 义有笃信 义无不信 义有圣贤 义不凡夫 义有尘劳 义不结恨 不墨 不生 义无有惠 义无不惠 义无所有 义无微妙 不医以事 义不倒欲 于诸法界 不智 不渝 义无所受 义无不受 乌有无因 义不无因 乌有生死 义不灭度 乌有不无 如是菩萨游行于世 修菩萨行 小了便才 不见焦慢 独见世间 无有自大 遵所修行 不畏己身 不畏世俗 无放逸者 而无无我 离拙更高 义不以此 义不依俗 舍其慢自 无所想念 不处于事 不断于事 亦不于法 而自自在 不于人界 有所以拙 无所开导 亦不处于众生之界 无有所愿 亦无想念 亦无所敬 有 于诸法 无所庄严 诸佛之法 稀无所有 具足成就 乃至大道 又思诸法 不有不无 犹如笔画 不有不无 达化菩萨 助于法人 而等小了 一切佛道 以得成就 造立成地 思则菩萨 周览佛法 如画无碍 普于佛道 而无所获 众生之行 无诸应盖 不其有身 入一切身 而开导之 有所见力 而无所拙 若见色者 于色如画 稀无所拙 而得巨足 真地本济 自然之名 有所照耀 于解脱法 而无所以 于一切法 欠有所生 而无所生 如笔画人 无所实念 本性清净 有所授言 如所滋讲 顺一切律 亦无想念 如画感动 便亦所造 现来亦此 一切如来 至圣道场 无诸退缘 亦无所生 心无挂碍 成一切力 稀无所想 如笔画人 其心贤达 而不避爱 为神之山 视为如画 第九法人 何谷 何谓佛子 菩萨大事 如空法人 菩萨观入众生之界 犹如虚空 无有原相 一切法众 亦富如姿 入诸佛图 而无有成 诸法虚空 无有二世 菩萨如思 入无所世 犹如虚空 包诸佛土 亦富如思 无所附着 心于如来 所入之里 而聚由同 犹如虚空 所入无二 道义如思 无趣来今 会义如之 皆分别说 一切诸法 所入如世 菩萨大事 戴得法人 犹如虚空 所至圣会 亦富如姿 于思诸成 有所获至 稀如虚空 身口义 所获自在 犹如虚空 所代诸法 因义所念 而有所成 犹如虚空 于一切法 而无所重 不墨 不生 菩萨如是 于一切法 而得自在 不忠 不实 犹如虚空 无有处所 无能回者 于诸通会 无有处所 亦无所坏 于诸佛力 犹如虚空 自然而入 于一切事 而无所住 则为自然之境界也 菩萨如是 建立众生 亦无所利 一切如化 犹如虚空 不起 不灭 亦无所生 涵受一切世界 所有 菩萨大事 如是 亦无所住 无所成就 有所严禁也 因其菩萨 一切世界 犹如虚空 无有处所 亦无方面 亦无边际 亦无雅底 畅达深广 米布周至 菩萨如是 无有处所 亦无方面 而有所至也 于一切法 宣达辉弘 等欲诸行 米布周辩 犹如虚空 有助一力 则无所生 而献众树 寒果众行 菩萨如是 不行 不枉 由随众行 而有所献 亦无所生 犹如虚空 无有形象 亦无不相 无清净行 亦无慧拙 因有道遇 菩萨如是 无是形象 无度是相 无无量相 因有所现 犹如虚空 无有久故 无虚于力 菩萨如是 不久存力 不虚于重 犹如现影 而无有影 为菩萨行 若小了此 乃得究竟 行如虚空 现诸尘劳 而无惠慈 现诸结恨 而无怨憎 菩萨如是 则以道力 降伏众魔 一切清净 其心鲜洁 寂寞 甜薄 等包一切 世间所有 又如虚空 所果世间 等无差特 菩萨如是 于一切法 而息平均 菩萨大事 又于诸法 亦无所得 无所忘失 犹如虚空 等过一切 欲现虚空 其道心无有边际 菩萨如是 于一切法 至性俱由 又其道心 无有边际 所以者和 其虚空者 所周平等 菩萨于己 而尊修行 成就清净 造于平等 为一周夜 则以一世 转为无量 朴由诸刹 若如虚空 于诸佛土 无所究竟 而得巨足 于诸方面 而无所住 犹如诸力 成就神通 一切诸德 不可限量 书特之事 自然俱足 西获诸法 制度无极 得坚固欲 智如虚空 若如金刚 于一切想 无所想念 开道诸音 则不为舍 法轮之传 假使菩萨行 能俱足成私人者 则得自在 亦无所致 无往 无来 昔无所去 乃得自在 而无所灭 便于无为 而得有己 无所望失 除无时身 成就真体 顺如律教 心无所望 则为一相 其身自在 入于无相 则以无相 无有限量 佛力无限 身朴自自 米不周达 则护己行 身不所坏 而得有己 坚固平等 有所降服 一切朴入 其目显堵 眼则清静 已无应该 离遇之行 亦无步行 犹如虚空 尤如虚空 寂寞无限 所入之处 则已无忍 无所不忍 是所谓 功德也 极朴便大 至于淡薄 犹如虚空 无有威恶 一切菩萨 小辽所行 入于清静 心等如空 无所毁失 一切佛法 若如巨海 殊特无限 有所游入 无有断绝 入诸佛图 建立诱导 无限国界 众生之党 虚空无底 离诸色相 无众音响 茶肠见诸 朴随视线 寻开画之 具足成就 至固如空 无能举拜 其心坚强 惜得究竟 普等世界 亦如虚空 惜无所有 其坚固者 无趣诸事 除诸恩爱 能具大道 其劫稀烧 天地灰烬 不稍虚空 虚空总懒 寒寿一切诸佛世界 菩萨如是 入于诸力 建立无上正真之会 视为佛子 菩萨大事 了诸法如空 必识法人 普贤菩萨 说事经时 诸菩萨众 诸天 龙 神 阿虚伦 世人 莫不欢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